好了,眾所周知,昨晚有很多英超的比賽 有五場的了,但是在講英超賽後評的之前 我一定要抽空去講一講王嘉馬德里 昨晚的表現,他們就去踢世界冠軍球會杯 對手當然是弱的,亞洲那邊是冠軍球隊 對著王嘉馬德里打四強的比賽 好了,講到王嘉馬德里 他們今天即使入了決賽 但是在過程當中,是很令人失望 很令人失望 也都直接令到我覺得 2017年的下半年,斯丹就完全不合格 為什麼要講到合不合格呢? 因為今季的季初的時候 我看到王嘉馬德里的第一場西甲比賽 是有點不對勁的 所以,我就說今年斯丹就要考一下牌 看看他是否真的可以成為一個新肺格訊 或者叫做頂尖的教練 看看他可不可以 就是忘記以往的成功再重新出發 不會是沉溺成功當中 不會去迷信自己一套 就是未必可以永遠成功的戰術或者陣式 那講的是4312 就是他用這一套東西去戰勝霸人 和戰勝祖魂達斯拿歐聯冠軍的一套戰術 大家有聽開何鷹的都會知道 每次王嘉馬德里 用4312去踢躍隊去主攻的話 都會老鼠拉貴的 那些主要原因都是那幾個 我多次講 前場進攻點只有三個 而且集中在中間 這次即使你的對手有幾弱都好 你主攻面對著那些雪糕桶 雪糕桶都是雪糕桶來的 都是一個物體來的 都是會阻擋會押地方的 所以你強行要在中間進去的話 即使讓你進到 去到最後一腳 你都是用高難度的射門方法 所以你會見到比賽的初段 王馬很多機會 但是你會感覺到 不知為何好像差點差點 總是差點才進去 其實就是因為那些射門的方法 是高難度的 用頭鎚、窩裡、軟射 這些方法 是要涉及運氣才能進去 如果你進攻點是足夠的話 去拉邊就可以進入禁區近底線 或者接近小禁區的位置 兩邊呢 用地波傳中去組織到一些 就是低難度的射門方法 因為地波打橫傳給你 你撿雞去射球 這意思 這些就容易進入 但是你強行用頭鎚去頂啊 窩裡啊 接應轉身再射啊 軟射 這些當然就是難度高很多 那為什麼斯丹今天都始終是要用4-3-1-2呢 可能他就是覺得是淘汰賽啦 始終是要穩陣些 所以多一點點 這個是中場球員呢 感覺上就會好一點點 但是你看到 今場的賽事 尤其是上半場 他也是不斷被人打一些很危險的反擊的 那就算多些中場球員呢 其實都不是說有什麼大的作用 那這次對著這麼弱的球隊 斯丹都不擺出呢 就是四個進攻點 零形這樣去主攻呢 我就對斯丹失望了 那原來呢 他一去到大賽啦 淘汰賽啦 他就只會用回4-3-1-2 穩陣先的而已 是沉溺於上季的冠軍當中啊 他迷戀了4-3-1-2 那沒錯 這個4-3-1-2呢 令到你贏了很多強隊 包括拜仁啊 組運達斯 那大味就是那句 你這一套是贏強隊而已 但是不是用來贏弱隊的嘛 對著強隊和對著弱隊 是要用兩套截然不同的方法的 你用錯了選錯了呢 就很大件事的了 那所以啦 武運 並不是他們上半場 入不了球的最大理由 用錯戰術加上那些武運呢 才是完整的理由 那結果呢 去到臨完上半場之前 被人打過反擊 就先失一球 好 那他們簡直呢 這一下輕敵啊 人家都差不多射球 你都還未呢 是盡力去落腳去擋下 站在那裡 華拉尼你搞什麼呢 那結果呢 就先落後了 那半場也都沒有換人 斯坦繼續用4-3-1-2 下半場一出道來呢 就差點輸到2-0 那錯到呢 就沒得可以再錯的了 由於進攻點就不夠了 那他們就認為進攻力不夠 那結果呢 就壓得更加淺 就不應該上去的球員都上去 例如因為4-3-1-2 進攻面上面是沒有人拉邊的 那結果兩隻閘呢 都要推到很前很上去 這樣去幫手拉邊 那其實 如果你是4個進攻點 你夠進攻力 前面有兩隻六頁拉邊 你那些閘不需要上去 也都不需要說呢 那麽多人上去 找一些不應該要上的人都上去的話呢 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次 好彩呢 就是這個VAR呢 就發揮了作用 就看到對手呢 是有少少月位 其實是少到呢 可以說是要用這個 這個赤度呢 才能量到少少出來的 那所以只不過是 對手不小心的 如果小心少少的話呢 黃馬輸到2比0 我真是不知道你怎樣死了 那結果呢 黃馬要入第一個入球呢 去到53分鐘 都是中間進去 都是需要靠對手主動嚴重犯錯 完全不去抹施朗拿道 被施朗呢 輕鬆轉身去射球 那麽有時這些呢 街場才會見到的 完全不抹人在中間轉身射球 那麽樣 我們在西甲都很少見到這些東西 那完全是要靠對手 嚴重主動犯錯才行的 那麽黃加馬得利是自己 沒有辦法靠組織呢 去拉散對手 去逼對手犯錯的 即是說呢 做不到慢成那種東西啊 那麽其餘的時間呢 其實他們也只不過呢 就是明買明買 那麽對手沒有嚴重犯錯 就無攻而還呢 去到呢就是67分鐘 那麽終於斯丹呢 是加多個進攻點下去 也都連環換入 阿辛斯奧和盧卡斯 華斯基斯啦 雖然呢 只不過依然是一個4-4-2啦 不是一個4-2-3-1啦 不過好過沒有啦 最起碼呢 就是有人拉兩邊啦 那麽繼續呢 就是想著用那些公軍炸 全中球明買明買 想著贏級數呢 那麽所以能夠組織出來的 功勢也都不是說非常之好 也都不是說非常之多 暫時呢 都還未做到一些波呢 是可以入到禁區 接近小禁區的底線呢 去再做一些全中進來 一些簡單的射門方法呢 那直至去到82分鐘 巴爾進來了 但是巴爾並不是呢 激活了這個方法的人 激活這個方法的人呢 是求證啊 他意外扔到那個波 那個波呢 就突然之間停在禁區頂 就不需要馬歇路去控了 球證幫他控了下來 即是說球證做到一個很漂亮的支點 那麼就給了馬歇路 馬歇路不用控了 第一時間呢 可以傳播 而這一刻呢 要讚的 當然要讚盧卡斯、華斯基斯 整隊王加馬德 你是只有一個球員呢 是懂得做六頁 是懂得呢 隨時在邊那裡插入 這次插了進去 那就一接應到 就進入了禁區 近底線 接近小禁區的位置 就是我所講的 可以傳一個地坡進來 給巴爾去入坡 那還沒做到事 這個盧卡斯、華斯基斯 是我多次叫斯丹 一定要給他多些正選機會 結果他還沒做到事 但是斯丹為何今天 放他做後備呢 對著藥隊 這些六頁球員 拉邊是很有用的嘛 好了 球季未開始的時候呢 那我就說過 王加馬德里會強勢的 會有王朝的 但是呢 我真是猜不到 斯丹會迷戀 這個四三一二之餘呢 我也都猜不到 亞生斯我是做不到六頁的 不過這些涉及心理的問題呢 我就沒辦法了 但是呢 我看到第一場的西甲 他們是出了一些問題的 我見到呢 他又有少少沉溺在成功的當中 所以我就說呢 今年要看下斯丹 考他牌了 究竟他思想成熟了沒有呢 他夠不夠靈活多變呢 他會不會沉溺成功當中呢 那看完這一場世界冠軍球會杯四強之後呢 我就可以下一個定奪了 就是斯丹 他還未是一個世界頂尖的教練 那你都會問啊 為什麼上一季呢 他會這麼成功呢 那主要是有幾個要點的 那第一點呢 就是其實上季啦 他班底是厚很多的 詹斯啊 摩拉達都在那裡的 那也就是說呢 他可以有兩套戰術 或者兩套陣容呢 A隊B隊去打這個 西甲 和這個歐聯嘛 但是摩拉達 詹斯都離開的話呢 其實他班底今年呢 就沒有那麼好的 沒有那麼多東西呢 可以給他呢 去轉變的 去轉個陣的 那第二點呢 也都是更加重要的啦 就是 亞森斯奧在上季呢 是未上位啊 所以呢 他甘心做後備 沒有跟這個伊斯高同時上陣 那兩個主角沒有爭食上季呢 就踢得順滑很多的 但是今年呢 就被亞森斯奧上了位啊 那他們兩個主角同時上陣 就嚴重令到呢 王家馬得尼老鼠拉歸啦 因為兩個主角不成氣候 又少了個陸業拉邊嘛 出了些問題 也都擾亂了斯丹 那直至近期呢 斯丹才去嘗試解決這個方法 就是不讓他們同時上陣 用多了少少少盧卡斯華斯基斯 整件事呢 都差不多用了兩個半月 才察覺到這個問題 而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那一點啦 雖然 他本身啊 斯丹是一個不差的教練 是不錯的教練啦 但是 之前呢 他還未說很成功呢 不過 當他成功了之後 得到了成功經驗之後呢 就被成功的經驗 局限了他本身的初衷 擾亂了他 也都呢 令到他迷戀了一套東西 搞到呢 他沒辦法在信息萬變的球壇當中呢 是作出明智的選擇和變化 這樣才搞到今場的賽事這麼難受 其實今天對手這麼難受 你上半場正選有 盧卡斯華斯基斯拉右邊 給他多插幾插下去 底線近小禁區的位置 低難度地傳一些地球進來 低難度地射球簡單入多幾球 下半場還可以給一些主力休息一下 不需要呢 這麼無謂浪費這一幫人的體能 不可以將比賽控制掌握的話呢 就不是世界頂尖的教練 那斯丹依然是一個好的教練 那但是 你說要去到世界最頂尖的話呢 我相信都要等他失敗一兩禍 重新呢 在失敗之中學習一些東西 這樣才有機會呢 是成為世界頂尖的教練的 那這個還未是世界頂尖的教練 那斯丹依然呢 接下來12月的23號 就要打宇宙大戰對巴塞了 那究竟他這一次呢 會不會已經在失敗當中學習到呢 還是這一次其實呢 就是他的失敗 是等他迎接這個失敗去重新學習的呢 那我們拭目以待 那場球呢 那場球呢 香港時間8點鐘很靚的時間 那所以呢 我搞個網追 是跟大家一起看我會現場評述 宇宙大戰的 那如果想參加 可以看一下這一條片下面的詳情呢 那又教大家怎樣參加 你click進去一條link進去呢 就是報名就可以了 好啦 那多謝大家呢 就是收聽今次斯丹考牌的一場賽事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大家想鼓勵小弟 都可以看我的片的之前 如果Youtube呢 是插了我的廣告 譬如說你播完它就可以了 那下一條片呢 講英超啦 那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